今天很高興可以主持這個議題的環節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The BIM Resolution Yarn Insights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了一群年輕的BIM們聚集在一起 我們可以談談不同的有關BIM的主題 首先一開始我們第一個主題就是 為何我們選了這個主題來談呢 因為我們發現隨著發展局近這幾年的指引 大概三千萬的工程我們都要用BIM 但我們發現真的不足夠的人手去做 我們都想談談如何吸引多些朋友來做這個 我們就邀請了不同的嘉賓來發表意見 首先就看看有沒有嘉賓想發言 大家好,我是Eddie 謝謝Lauren 我也覺得建造業始終是一個比較權人的情況下 而社會大眾可能對建造業的第一個印象都比較黑板 或者是一些地盤工人類的一些辛苦的東西 那好像跟創新或者是數碼化不太能量 那我曾經看過都有研究 那就說說其實建造業就好像比較是不被看好可以數碼化的 這樣的情況下是怎樣可以扭轉到公眾對這個建造業的印象 從而是對新一代的小朋友或者中學生是對這一行是有興趣的 那我覺得就是有很多種不同的途徑去令到他們有這個興趣的 特別是現在是我們已經引用到BIM的這個技術 然後就是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 無論是動畫或者是一些是怎樣去包裝到 讓他們看到原來在建造業來說 是都可以是應用到一些很高的電腦的技術的 根本都是要是可以把整個流程去電子化 也都不只是一個沉悶的工作 也都可以同時間其實可以變得很有挑戰也是很好玩的 那不知道其他人還可以怎樣看 那就是很同意Eddie的說法 其實為什麼現在還不是太普及 或者大家和身邊的人說說BIM 其他人都不清楚的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行業是沒有足夠的包裝 那我也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就叫做Alan Wong 那就是在Extreme Beam裡面做Beam Engineer 那我就主要負責了一些Programming 例如Dynamo、Python Script 或者會接觸Brefit API這些的 那我在這行大概做了兩年左右 所以可能會用一個比較Green 就是可能用一個比較新型的角度去負責拋一些問題 可能問一下資深一點的嘉賓 看看他們有什麼意見 那我就覺得 其實這個問題是有兩個層面的 第一個層面就是 最大眾對於我們Beam的看法 第二個層面就是 行內的professional 我們要怎樣推廣給它看 就是可能原本在做Archic 做Structure的東西 我們怎樣可以推廣給它 令到它願意去接觸Beam呢 那對於第一個問題 對於公開方面就是可能 其實為什麼很多人 可能他小時候會想做消防員 律師 是很基於他對這個行業的形象 可能如果你說建造業 可能他就會覺得新水新汗 如果Beam就會更加 更加編滿 他對於這個 這件事就更加無形質 所以我就覺得我們很需要 去推廣我們的 BIM 究竟我們背後的英雄角色 是對社會有什麼幫助 去包裝我們的一個社會 和一個社會形象 給大家令到更好的形象 至於行內的人 通常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會 譬如我自己作為一個新人 我會擔心就是說 如果我只是專注於Beam那裏 其實會不會我只是很 技術性很認識 某一個軟件 而不太認識地盤 可能一些法律上的東西 這個會是一個想入Beam 在原本行內的人的關鍵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大家好我是Helen 我現在就是在中國建築裏面做的 我自己做Beam做了五年 有一個很深的體會 就是五年前 在大學的教育 和五年之後的今天大學的教育 其實真的很不同 我自己覺得反而如何推廣 Beam去全國公開 是在大學教育方面 要去令到大學生 有對Beam這個career 有些commitment 因為令他們知道 其實Beam的將來 就是career path其實很廣 不單單只是一些軟件上的應用 其實是一些管理上的 例如information management等等 亦都有不同的政府的 諸業認證 和學界的諸業認證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廣闊的發展 其實會令到一些學生 更加有個心 更加想加入去Beam 我都有些東西想補充 我首先是MIM 我是一個fresh grade 之前在學校的時候 就開始接觸Beam 其實當時我接觸Beam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很迷茫 因為其實我要去找資料的時候 我不知道去哪裏找才是官方的資料 剛才Alan也有說到 社交媒體 我們其實可以通過一些社交媒體去 推廣這個Beam 去經營公開 比如說我們可以有些Beam 網站和Beam頻道 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 我們只會 focus在Beam的這些資訊 instead of 推廣一些網絡 推廣一些廣告的東西 還有我們會定期去做一個update 比如說以一個Beam article的形式 又或者三至五分鐘的Beam video 所以重點不是要長 而是要 summarize 這段期間其實有什麼 最update的消息呢 因為對於Generate Public而言 如果我們直接給一個Technical Secure 又或者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其實他們未必有這個能力 又或者這些內心 會去消化這些大量的信息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些社交媒體 會 summarize一些計證 就是share一些香港的Beam project Beam technology 又或者是那些國外的Beam行業 這個時候的update 然後就比他們更加容易了解 還有因為其實網路有很多消息 你Google search一堆很多東西 但是你又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如果有一個有權威的機構 去定期做這些update的話 以一個比較有趣的影片的方式 或者簡短的 article的方式 我相信可以比較容易吸引 一些public 去對Beam產生patient 去嘗試和去突破的 好 那多謝Amin 其實我們就算吸引了不同的外界的人來做BIM 那他真的要做BIM 那我們都可能需要一路做的時候 我們一路要想一下自己的career path 我們一路跟我們的同事去合作的時候 究竟同事將我們這些做BIM的人 那個角色定位擺在哪裏呢 這樣就引申到我們可能都需要討論下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假設我們真的做BIM 那我們的同事 而我們在建造業界的其他工作的人 他們又會怎樣去認識BIM這一件事呢 那我想autodesk 會有一些beam award 也都會推廣一些 就是做得很好的一些beam的一些例子 或者CIC都會有一些successful story去做 那讓我們的同事知道 其實就是一個successful的beam implementation 在一個project那裏就會是這樣的了 那這些我想我們不用太多說 那不如我們換一下一個角度 就是大家身邊會不會覺得 有些人是誤解了BIM的 就是不如我們又請下一些嘉賓去看看 會不會你們身邊有些 你們覺得有些同事是誤解了BIM 那你們想發表一下 我可以說一些 就是我以前都會認為BIM其實是 是大型的項目的 就是大型的項目的項目 因為其實我們通常看到BIM 其實都會提供在那些公共工作 所以我直接一個concept就是 BIM其實是給那些complex的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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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這些東西 還有其實相對的說 Building Project沒有那麼多奇怪的東西 就是它不會有很複雜 通常不會有很複雜的Underground Utilities 所以其實BIM application 運用起來其實是相對容易的 還有現在很多主要項目的項目都會查很多NSC 但是NSC的資料通常都是很後期才知道 還有一些資料都是很散 即是不同一 BIM其實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它可以減少一些fragmentation 所以有時候可能這些client未必有這些concept 可能他的主要項目就是 save money和save time 通常他們會直接問一個design consultant 或者project management 但是 所以其實我想帶來的訊息就是 中小型的design consultant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是head of supply chain 如果他們用的話 這個chain下面的人就會跟著它 所以 因為還有怎麼說呢 就是你畫過的東西 你下一個project都會用回 其實是一個很 很大的資金 在初但是一個很長的投資 所以你之後用的subsequent project 都會 benefit from你之前的這個 previous investment 所以其實它不只可以apply 在一個bit 最後的project 它也可以運用在小的建築project 因為它重複性很高 或者我先回應Rois 大家好,我是Owen 我就是一個工程師 同時也是一個certified的BIM manager 那我關於那個industry 就是對於BIM的誤解 其實我有一點點看法 就是很多時候因為可能過往的時候 我們很多不同的promotion talk 或者 seminar 去講一些BIM的優點 有什麼好處 那令到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industry都認為 BIM真的很厲害 萬能是一個零單妙藥 基本上可能按過鍵 就已經可以做到所有的 解決所有問題 這樣 那這件事其實都要和 就是我都覺得 作為一些相對來說 比較貼地的工作人員 就是BIM的人員 那我也希望 和業界說一句話 就是說 其實很多時候 真的不是按過鍵 搞定 就是可以花很多時間去做我們很多 就是可能做一個很好的BIM model 或者做一些很好的analysis 所以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去做 所以這件事也是 也希望高層 或者是也要理解到我們的困難 所以也希望看看其他嘉賓有沒有其他意見 在這方面 Helen 其實我都很贊成Owen說的那句 其實不是按一個鍵 或者BIM 不可以說是一個perfect tool 去做所有的project 例如在Civil project方面 其實BIM都有不同類型的限制 例如其實 也都要花很多時間去做任何的preparation 我經常都遇到一個example 我的同事就說 Helen 幫我削個session YOU的session 但是她以為可能一天裡面 或者一個小時裡面 已經做到給她 但如果我真的要削一個session 有了不同的資料 其實有機會我會用一天的 因為我們那單project裡面 有多過13條管線 那每一個資料 其實我們都要記載出來的時候 其實需要很多時間 我可以補充這一兩句 我都覺得對的 其實在舊時候 可能只有2D drawings 那些老闆 或者那些人 比較習慣了 在一個他們那個time frame 就已經可以得到他們的資料 但他們可能比較忽略了 就是其實那些人說到BIM 是這麼強大、這麼萬能的時候 其實往往做一個這麼強大 也都萬能的BIM 是需要花費的時間 也需要很多 因為正正是要把 本來是一個平面 就這樣一片的東西 要變成 可能無限片 就是等於是要做一個3D object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間 是絕對會長很多 而這一樣 也都認同剛剛Owen所說的 就是希望 會我們是 就是得到體諒 也都可以了解 就是對BIM 這一樣東西是有一個正確的了解 就不是 什麼都可以做得到 其實 好 謝謝Andy 其實我這樣聽起來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原來一直做這個BIM的時候 溝通技巧都真的很重要 那我們就不如討論下一個題目 就是 除了溝通技巧這件事之外 我們做BIM的人 我們還要有什麼特質呢 才可以升任到做BIM這一種工作呢 那 就 如果就著BIM的工作職業 我們見到建造業議會 都開始有些指引出來 給一個清楚一點的認識 讓我們知道不同的BIM從業員 有些什麼的要求 要在那個工作那裡去執行 某一些的職責 那大家好像都 之前我們談都 有看過一下這一份的 所以就看看 大家就著這一份這樣的指引 大家會不會都有些覺得 如果我們的隊友 其實都需要有某一些的特質 才可以升任到那一種工作 那大家有什麼想發表一下 我覺得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有工程的背景 因為他們始終都是在做工程的 做一個項目 無論是社會項目 或者建設項目 都好 如果 我有時經常覺得 不想他們為畫而畫 他們要知道他們畫這條管線 背後的原因是怎樣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第二件事 我覺得 除了管理背景之外 他們要很清楚 每一個軟件的用途 當然你可能模特兒 你開頭一接觸 就會是一種軟件 但慢慢做到 管理員或管理員 你要很清楚 每一個軟件的用途 因為你要用一個 對的軟件 才做到你想要的最好的效果 用最折省的時間 我很同意Hella說 就是可能你每一個軟件都要有一定的認識 我自己就是一個計劃 因為我平時的工作 主要是做調整 寫文件相關的東西 所以可能對於模特兒 雙方面的經驗就相對比較少 可能未必說這麼清楚 可能它本身有些什麼軟件 已經提供了給你 那很多時候 可能我會幫公司寫 我是很需要其他同事 給我一些意見 他們究竟想開發什麼的 但是 有一次我問其他同事 我現在有空想幫我 你想我幫你們寫一些什麼軟件 然後有個同事 就 開玩笑的說 就說想 可能按個按鈕 就把所有東西都說 但是 當然我知道它是開玩笑 但其實都反映到它 它是不清楚 作為一個計劃 或者作為一個計劃 或者作為一個計劃 它想你的方法 那個 一零的方向是 怎樣去做 所以我覺得 就算我們不是 很專門每一個軟件 但是起碼要有基本認識 你才會懂得去問問題 這就是我的看法 好 我先講一下我的看法 其實現在政府的工程 我們的BIM Team裡面 主要是有三種的BIM 第一種就是BIM Manager 第二個是BIM Coordinator 第三個是BIM Model 但是我個人認為 BIM Team其實是 因為過往的BIM Team 可能純粹是執中在Modeling那邊 其實一個BIM Team 其實是不止這三個人 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 好像Ellen是一個programmer 可能做一些coding的東西 可能做一些API的東西 有一些可能甚至是一個visual artist 就是可能 我要給一些sig holder看看 未來的BIM做完之後很漂亮 可能去做一些rendering view time rendering 這些東西 甚至一個visual artist 所以一個BIM Team 其實是不止這些人 我覺得 所以第一樣我覺得 應該是要有多些不同的人 例如是data scientist 或者programmer 或者甚至是做一些專門做visual 做一些graphic的東西 另外 再去評論一下這三款的人 即是CIC的人 BIM Manager 當然我們少有BIM Manager 但BIM Coordinator 其實我們相對來說 是不太清晰 究竟是 BIM Coordinator其實有很多款 可能一個BIM Coordinator 在台灣做過很多事情 那究竟你是一個什麼BIM Coordinator 是嗎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要 要更具具體的 譬如 他的經驗 或者他那個知識的需求 要更具具體的 而至於BIM Modeler 其實就是 即是Modeling的需求 現在也是非常大 但是 這件事的時候 是否就是specific 在軟件上 好像Helen這樣說 是不是他也需要有工程的知識 我覺得是絕對需要的 OK 或者其他嘉賓 有沒有其他的見解呢 還有一些東西想補充 我非常認同 做一個BIMer 其實要有基本的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的知識 你也要收取軟件 如果你收取那些 programming的 當然是加分 但是 是 還有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 每個BIMer 其實他都應該有 有少許的 contract的knowledge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 講到你BIM Project 他都是一模 construction的business 講到business 一定會有cost 以及claim 這些contract上的 沒有dispure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開心 但是如果有 contractual challenge 的時候 是不是都可以用回 以前2D 這些 drawing and expect的方法 去解決呢 比如說你是一個 一個project 那BIM exclusive plan 就說你畫這種東西 其實要LOD400的 但是那個BIM Modeler 他畫了500 那那個extra的information 如果判頭真的用來起的話 出完VO的時候 其實是個 BIM Consultant 就是他的責任 因為他畫多了 然後那個information是錯的 還是你要說回 其實判頭 最後跟著這件事做錯 是誰的liability 其實如果在這個case 應該是主要的liability 因為 contract來講 他沒有叫你跟著到 LOD500 他只是叫你跟著 跟著那個information 到LOD400 所以 所以其實這些 design liability ownership vader ownership protection 這些其實都很重要 如果你有些knowledge的話 通常是那些比較高位置 好像beam manager 他可能是一個architect 或者是project management 的 所以他是 developed BEP的人 所以他是 developed BEP的人 如果他們知道 哪個team的 responsibility 和liability的話 那會更加加分 因為是 deep build的時候 他們是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所以 剛才提到的 例子 其實 香港is 已經有出一份 叫beam contract 或是 其他的 NEC4 會 遇到beam project contracture的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覺得可以 多謝Amin 其實我也覺得 beam management 這件事 除了beam manager 要做之外 其實整個管理的團隊 可能都需要去認識一下 那些beam的軟體 就是 大家一起去了解到 那個軟體 才會想到 如何好好去應用 那些beam的軟體 我知道 好像Alan 對這件事 都有一些 事情想發表 我們不如看看Alan 會不會 有些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其實 對上個環節 我很同意Owen 講過 就是說 很多高層 會認為 一個軟體 就可以解決 所有問題 那我覺得 這個問題是起源於 他們對於 一個軟體設計 背後 設計者 背後的理論 是不太了解的 就是我 不如抽來一點 講一下我們日常用的電話 比如IOS 和Android 最近可能會多些人會轉會 可能因為價錢 或者各樣問題 那可能它轉會 就不是 覺得很難用 為什麼呢 就是IOS 它的設計 它就是 每一個軟體的按鈕 其實都是一個按鈕 它就是一個按鈕 拿去另一個按鈕 的概念 它就是比較像 一個飛機的 控制 控制 panel 而Android 相對來說 它比較像我們的 一張工作台 就像右上角的圖 那樣 你可以自己 很自由地設計 你那個 壩面 你可以 放些圖片 放些calendar 而它的設計 也可以放些 可能放些 新聞 放些to do list 很方便 在桌面就看到 那我們 我們回到 Autodesk的 Ecosystem 我們會遇到什麼情況 那譬如 Refit 其實它是一個 object-based的 軟體 例如說 Dynamics 其實它是設計 寫一些很短 很快的文件 但我自己的經驗 就試過 即是很短很快 要知道 你運動一兩分鐘 就解決到一個問題 但我自己就試過 譬如設計一個路牌 那它是 可能要運動五六分鐘 才能做到那個 object的樣子 而那單項項 可能是 運動了大半年 而我 可能我用其他軟體去做 我只需要半天的時間 就解決到問題 那就是 可能就是很多高層 對於軟體 它的設計 不是太認識 而用錯了軟體 就導致很多無謂的時間 會浪費了 即我覺得Autodesk 是提供了很多適合的工具 但我們 很多時候是要選擇 究竟誰是適合做我們相應的項目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類似的情況呢 是的 絕對有遇到類似的情況 其實就好像 剛才所講 譬如因為Refit 可能是一個level-based的軟體 那它也比較是 就是標頂會是適合一些的 做一些私服的project的事情 那可能是一些填海的工程 又或者是一些 剛才所講的做一些UU的事情 或者很簡單來說 畫一個U-channel來講 其實在Refit裡面是沒有一個 我覺得是 你可以當作是一個魅力 但是 就不是一個 適合的 因為你的項目是沒有得變的 我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 那樣東西 你就可能要在3D裡做完 然後又要轉回去Refit 那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 會不會 將來兩個的軟體 是會 慢慢可以變成一個 或者是可以 Refit 可以做多一些 在私服3D裡面的 或者是可以兼用私服那邊的 那就 才可以叫做 可能一個軟體 就可以做到 建設私服的 不知道你怎麼看 我覺得 我覺得除了在Refit 和Sifo3D的應用 其實BIM 我覺得是把一個 建設設施設施 一個 擺入到電腦裡面 我們其實都是在 一個建設設施的 因為我們有3D 4D 5D的應用 但現在我看到 整個市場上面 也都 混合了不同的 技術 去做一些 BIM 的應用 例如 現在大家都用得很多 Laser scanning Drone 我們喜歡的 photogrammetry等等 其實現在 連IoT的一些 感測器 都用在一些 樓建設施 或者是 Pavement 建設施 利用可以把 BIM model 真的帶進去現場 然後去看回 我們每一層的 Service 究竟填來的 level 去不去得到 我們BIM level 定那個level 其實透過這些 感測器 或者探索的 技術 更加可以完整整個 系統 是的 謝謝Helen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有時候 整個 BIM model 製作過程 其實很受我們手上 可以用的工具 影響得到 有時候 我們本身拿著 3D文件 可以做到 不同的事情 我們就會決定 用不同的軟件 去解決 那種問題 問題就是 現在CIC 一番努力之後 我們都在他們的網站 找到很多的 BIM object 可以用 但是 用起來的時候 我們又發覺 也有很多地方 我們都需要去 後製 或者這樣 就著這個Family的平台 我也知道 我們的嘉賓 都準備了一些東西 想分享 會不會有嘉賓 想討論一下這些東西 那可能我先說 那其實現在我們 Family 可能遇到的問題 就是 因為我們畫圖文件的時候 是很需要有不同的 不同樣的Family 但是 如果你每次都畫 就非常浪費時間 但是其實 可能你現在畫Family 其實是 已經有其他公司 已經是畫好了 那問題就是 我們沒有一個足夠的調量 去讓大家有一個平台去分享 那現在 Blockchain 就這幾年都很熱 那我自己 都有時都會研究一下 那我就會忽發其想 會不會Blockchain 都可以提供到一個解決呢 因為Blockchain 其實是 簡單點說 Blockchain 可能賭博啊 或者一些法律的合約 都是很適合的 而Beam 就正正是一種 不需要接地的服務來的 那 我們會不會用Family 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呢 那我自己認識一宗 Crypto currency的project 都是一個香港人 叫做高重建 他做的 那 他那個concept 就是用一杯 每個月 你就給一杯咖啡的錢 然後去reward 一班content creator 那那個 那那個 他那個平台 就有一些reading reading 的material 例如一些文 那可能將來 會包括了音樂 影片等等 那你就可能 你看完片 你會給個like 平時 那他的做法 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都是照樣 給like 然後 他就會按回你like 的proportion 去再 將你月頭 給了那個咖啡錢 再分回給一班creator 那就給到 incentive 一班創作者 或者在那個平台去創作 那我們 family sharing的情況 就是可能 我們是一個類似的平台 然後 就是每個公司都分享一些family 然後就按那個下載數量 去分回那個分成 那就可以獎勵到更加多 individual 或者company 願意去share 他們已經整好了的family 是 那大家會不會有什麼看法 我知道呢 Alan 除了bought train 這個概念 之外呢 他都還覺得 即是有些 可以family 好像有些 NFT 一些資產 去管理 那些 還準備多了一些 都會不會再分享 多些給我們 聽一下 好 這個其實就是 相對上比較 比較 天馬行空一些 那就是可能 我們 就是把我們已經 建好的模特兒 把它整成 一個NFT 那可能 現在其實有些 好 好比較 trade mark的 existing的 architect 就是可能以前的 王后 王后 碼頭 或者可能你 山頂 零宵閣那些 就是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它 把它整成NFT 其實是有 壽重會上賣的 那可能我們現在 新系統 如果它是有些 好另類設計的 architect 你會不會都可以 拿去 賣出去呢 那一來 我們 所有的 BIMA 所有 participate 這個project的人 它的名字可以 store在blockchain 可以令到他們 有一個 參與這個project的 榮譽感更加好 那另外 也都剛才提到 就是一個 extra income 給到一家公司 那我覺得是 可以想的方向來的 我們 學業 謝謝 我們事不宜遲 最後一個話題想說 因為剛才很嚴肅的 一些project execution 那些事情都說 那不如我們都 幻想一下 未來 就是BIM 怎樣下去應用 那我們 都說一下這個 元宇宙 Metaphors 就是 BIM 其實我們 跟將來 我們 去 由虛擬世界 改變 現實世界 大家 會不會都 覺得有一些 可能呢 將來 我們的虛擬世界 可以真的 改變 現實世界 就是 大家會不會有些 想分享一下 給大家 或者讓我先說 我可以簡單說 其實Metaphors 的定義 很簡單 它就是 其實把現實 Digitalize 所以簡單一點 就是把現實的東西 複製到一個虛擬世界 從而 你也可以 進入虛擬世界 體驗一些 那 Facebook的CEO 朱卡伯克 就說過 其實 互聯網 和Metaphors 就是元宇宙的分別是什麼 就是 互聯網 就是你還要靠一個器材 靠一個監視器 去做 但是元宇宙 其實是 令到你可以自己 親身去體驗到 那究竟是怎樣 令到你親身體驗到 現在就是 我們 經常聽到的技術 就是一些VR MR 甚至加上 AR XR Extended Reality 那些東西 那其實MR 我某程度上 其實已經是 將了一些 虛擬世界的東西 是可以影響到現實的 譬如是 我們 會見到一些 有 Mixed Reality 技術的眼鏡 從而是 令到我們的 工程 的人員 可以在 地盤上 看到 那個虛擬物件 看過 會是 起好了之後 會是甚麼樣子 那其他人有甚麼看法 那我補充少少 其實 我之前FIP 都是做關於這些VR 跟這些技術的東西 那其實 講到VR其實都不是很新鮮的 很多人已經知道 其實 VR可以帶入一個3D的 但是 我這個FIP 有些特別的 就是我們 用這個 Motion Simulator Motion Simulator System 就是 你站在這個行人機上面 其實你已經可以 在這個行人機上面 走完整個東西 所以你就不會受到 現實空間的限制 當你用VR的時候 你就會更加方便 那我也講一下 有甚麼 Potential Application 是Beam和Netflix 可以有關的 就是我們可以用這個Beam 在一個VR的 情境裡面 我們可以 嘗試做一下 Evacuation 或者Securation 的Planning 因為你可以 計算到 或者有些人 可以親身體驗到 由這裏 走到這裏 其實需要多少時間呢 這些 防火的東西 可能會有些 新的啟發 還有 就是可以 可以組成不同的 Dimension 的Beam 有些人可能 戴VR的鏡頭 會找東西 我們可以用這些技術 做一些VR 360度的影片 甚至是一些 Building Environment Analysis 可以是 Traffic and Groups Simulation 又或者Lightning Orientation 都可以用這些VR的技術 不是Beam的技術 去讓人們呈現 另外一種形象 即是Virtual World的形象 可以感受到 所以 我甚至 分享 就在這裏 看看有沒有人可以 補充的 我也有少少 其實我以前 即是 我都在 Contractor工作過 一定有長時間 那時候我都覺得 啊 即是 為何經常 挖泥的時候 那些 線呢 都被一些泥 遮住了 即是我想 那時候好像有些東西 叫Google Gas 如果大這麼小塊 即是如果可以大快些 擺在整塊雞頭的玻璃前面 那樣 好像都會幾有用 那樣 但後來 即是 隨著工作 一直接觸多了 我知道 原來 即是除了 即是要Make it Happen的話 可能那個 衛星定位 那些技術 即是可能都還要再接觸多些 即是地盤 即是除了那些 什麼GPS 那些其實不足夠 即是可能還要那些什麼GNSS 或者還要有很多那些 那些 那些技術呢 我們在那個工程那裡 應用在一起 那才可以是 令到這件事發生得到 是的 這個是我的認識 那樣呢 大家還有沒有東西想發表呢 就著 如果不是呢 我們今天的環節時間 我想都差不多 很感謝各位的參與 那 今天的環節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 謝謝 多謝 拜拜 拜拜 拜拜